结婚前一天,我突然有了读心术 未婚夫沈颜身边人的心声越听越不对劲 讨厌我的弟弟,明天抢婚,明天抢婚,明天抢婚 暗恋对象,沈颜算什么东西,高冷秘书 明天一个都跑不掉,我,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差 能刷到这个视频,说明你要杀了 留下一句话并爱一下自己,好运即将到来 今天是我和沈颜的订婚宴 我妆容精致,衣着华美,挽着未婚夫的臂弯 缓缓步入宴会厅 本该是喜迎祝福,笑于满堂的场面 却在我入场的那一刻沉寂下来 意料之中,树道或探究或嫌恶的目光 集聚在我身上 我挂起笑脸,和未婚夫完成订婚流程 沈颜神色温和,牵着我和在场的人敬酒 满堂祝福不断,道德皆是我嫁的好丈夫 沈颜温和有礼,容貌英俊又事业有成 在外人看来确实是绝佳的结婚对象 我暗自撇撇嘴,满心不愿 为什么不愿?因为她爱的人不是我 而是我那个小白花妹妹温染 要不是我俩意外滚了床单 我和沈颜这辈子丑上关系 说什么来什么 此时我和沈颜已经走到最后一桌旁 满桌人都举着酒杯起身道贺 除了两个人 一个是沈颜的挚友陆自秋 她趁着下巴坐在胃上,轻晃酒杯 却没有起身的意思 另一个就是温染 她低头垂眼,下唇被咬得烟红 一身白裙衬衬得踏如出水芙蓉 看得人心生怜爱 许久,她站起身 举杯向我和沈颜祝贺 沈先生,祝您和我姐姐婚姻美满 她嘴角牵出笑意 一双眼睛却红得像兔子 不等沈颜开口 若自秋也站起来了 举杯和沈颜亲碰酒杯 阿颜,订婚快乐 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快结婚 当初谁不知道你和然然 她说到这骤然停住 目光故意扫过我 抱歉,说错话了 在场谁看不出她的刻意 不过是在讽刺我 明知沈颜和温然有意 还爬上沈颜的床罢了 当时在一个商业聚会上 我递了一杯酒给沈颜 却不知酒里被下了药 我和沈颜一同中了药 之后一切顺理成章 事后,我想找出下药之人 却找不到一点证据 反倒像我为自己开脱的别角理由 事情闹大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沈颜上了床 迫不得以下两家便商量着 给我俩订了婚 被迫和心爱之人分开 和不爱之人结婚 沈颜却依旧淡然 她喉解滚动 最后只吐出一句道谢 路自秋依旧吸皮笑脸 满不正经 目光转动 落在我身上 温小姐也祝你订婚快乐 笑不达眼底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冰冷 她和沈颜 温染三个人是高中大学同学 大概是眼看着沈颜温染情投意合 哪知道中间被我横插一脚 自然要提温染不平 可我哪曾想 我自以为讨厌我的这几人 都对我揣着异样心思 订婚宴结束后 我心不在焉 悬了个借口 躲进了卫生间 缓了好半天 直到被人催促 才抬脚推开卫生间的门出去 我低头没看前面 迎头撞上一个人 正要道歉 一身熟悉的装扮 硬目眼帘 温小姐怎么也不看看路 不用想都知道这是谁 沈听四 自知道我上了她哥哥的床后 每次见我第一番嘲讽 我不甘示弱呛回去 抱歉 订婚宴上盲昏头了 没看着路 沈小公子怎么也不看着 前面有六人 我话音一落 她的脸色莫名难看起来 对 现在该叫嫂子了 那就请沈公子 对未来的嫂子尊重一点 平日呼呛的够多了 今天我实在没什么好心情 绕过她就想离开 然而今天沈听四 不知是抽什么疯 抬脚挡住我去路 一手横在我面前 温华 你真要和我哥结婚 我莫名其妙 不然呢 难道我今天是来吃便饭的 沈听四丝毫没有放我离开的意思 少年个子高挑 将我拦在角落 困在他两臂围成的智谷中 我哥哥有喜欢的人 今天就在场 他语气里有些韵怒 没眼低压 你现在出去 兄弟还能看见他们调情呢 那又怎么样 你现在让我们把婚退了 一丝不耐涌上心头 本以为他接下来又要说出什么嘲讽话 我却听见他低声说了句 怎么不行 他靠得更近 耳间染上一丝红韵 声音压得更低 低得我只隐约听见几个字 我 我已经问过你 问什么 我疑惑地看向他 正要开口询问 却被到来的另一人打断 温小姐 沈先生让我送你回去 是沈岩的秘书 我暗恋了六年的对象 白横 可惜他现在应该很是讨厌我 直到婚礼前一天 我都没再见上白横一面 婚礼前一天 大概是有什么紧急公务 他匆忙来到婚礼彩排现场 我一转头就看见他一身笔挺西装 鼻梁上架着金矿眼镜 镜片在大厅滑灯的照射下 折射出冷冽的光 我遥遥看着他 拿着几份文件低头和沈岩交谈 直到主持人换我和沈岩 熟悉一下进场的流程 才回过身 他不会喜欢我的 如果没有那件事 或许我们之间还有零星可能 我心不在焉的 和沈岩走完上台的流程 大概是我笑得有些牵强 沈岩有些担忧地问 是不是不舒服 他和温然情投一合 却和我发生了那么难堪的事 不得不和我结婚 即使这样 他也从未表露出一丝负面情绪 始终安抚我为先 可他越温柔 我反而越觉得如芒在背 高跟鞋磨的脚声疼 下台时我又心神不明 一不小心就崴了脚 整个人往侧边摔去 被人接住了 熟悉的气息笼罩住我 是白痕 我一惊 慌乱站稳退态 谢谢 他轻恩一声 走去一旁继续忙工作上的事情 沈岩急忙扶住我 查看我有没有受伤 我神思游到九霄云外去 只听有人说了句 新的高跟鞋磨脚 随口应道 嗯 是有些 多穿几次就好 什么 沈岩疑惑的神情 拉回我的注意力 我也有些蒙圈 心血有些磨脚 他恍然大悟 找人给我换了双平底鞋 奇怪 刚刚那句话不是他说的吗 疑惑间 又一句话冒出来 他穿红色的裙子好看 蓝宝石的项链也很衬他 我低头一看 红裙子 蓝项链 说的是我 那道声音清晰到 像是贴在我耳边发出的 而更惊悚的是 这是白痕的声音 我抬脱四望 白痕明明距我有七八步之远 正在低头看文件 换听了吗 我怀疑自己可能是心情不好 导致胡思乱想 赶忙找了个椅子坐下休息 沈听四十分不长眼地 拉开椅子坐在了我旁边 嫂子 走个流程就累了呀 他故意咬中嫂子两个字 偷有讽刺之意 他看我不顺眼 我也看他不顺眼 不累 和你打交道 挺累 我和沈听四也是大学同学 相识于抢项目 之后的每次往来 必以后对开始 本来以为学业结束 就能再也不见这个家伙 谁知道他摇身一变成了未婚夫弟弟 更让我头疼了 他重重哼了一声 我继续堵他 我要准备各种结婚事宜 不像以前 天天只知道找我麻烦 身边久久没有回应 半上我只听他愤愤的声音 结个屁 我你没转头看他 沈听四 你再不喜欢我也不用说这种话吧 我刚刚哪有说话 他满脸被冤枉的不愿 他没说 可我明明听见了呀 我盯着他的脸发愣 拍了拍自己的脸 不是做梦 然后我看着他 脸色阴沉的像笼着乌云 薄唇紧密 声音却在我耳边响起来 别想和我哥结婚 很好 如果不是我失智了的话 那大概也许可能 我突然有了毒心术 就在我原地凌乱的时候 沈颜走了过来 手里拿了一支药膏 脚还疼吗 伸出来我看看磨得厉不厉害 我乖顺的伸脚 他蹲下身 动作轻柔的替我擦上药 抬头冲我一笑 以后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都要告诉我 好吗 沈颜温柔体贴 和他结婚实在是我捡的便宜 他又朝着沈听四无奈道 别总针对温华 以后他就是你嫂子了 是是是 沈听四眉眼低压 嘴角勾出不屑的弧度 拖着声音道 嗓 话说完他脸色骤然沉下 视线一向别处 如果说刚才他的脸色是浓着阴云 那现在可以说是暴风雨来临 我不想搭理他 起身准备找其他地方休息 腿还没卖出去 就被一句话雷的外交里嫩 明天抢婚 啊 右脚踏下 又一句 明天抢婚 啊 什么 我满脑空白 四肢僵硬地转回身 然后被刷屏了 沈听四板着臭脸 眼眸漆黑 内心狂念着 明天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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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听四抢我的婚 他不是讨厌我吗 这是什么惊悚故事 我很农圈 脑子里一团乱麻 理都理不清 好巧不巧 又来一位不速之客 陆自秋套着剑休闲外套 一路从门口打招呼打过来 边笑边把手搭上沈颜肩膀 啊颜 准备得怎么样 顺利吗 都准备好了 沈颜温声应道 今天有事 怎么来这么晚 陆自秋脸上笑一淡去 一位深长的压力声 然然不舒服 我送他去医院 沈颜的神情慌乱了一瞬 又迅速恢复如常 他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受量胃疼而已 陆自秋语气轻松 视线不经意飘向我的方向 他声音不小 像是刻意要让我听清 这回沈听四倒是安静了 给我脑子依旧乱麻一团 有些回不过神 陆自秋视线落在我脸上 嘴角微不可见地锤了几分 然然没事 他说不用管他 姐姐的婚礼重要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我暗到倒霉 这今天也要来阴阳怪气我吗 是吗 我也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陆自秋抬眉 一副真诚祝福的样子 那朱温小姐新婚快乐 她从桌上随手拿了杯酒 朝我进了镜 然后仰头一眼而尽 侯姐滚动时 我听见了她的心声 沈颜算什么东西 我眨眨眼 目光悄悄在他们两人间转来转去 然后有欣慰地端起杯饮料喝 不是好朋友吗 难道还有私人恩怨 嫁他不如嫁我 可 我差点没呛死过去 这又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有我的事 两个应该讨厌我的人 突然变成追求者 这是比我徒手接导弹还离谱 关键时刻 白衡来到我身边 大概又是工作出了什么问题 要让沈颜处理 她侧身站在我和那两人之间 恰好挡住那两道 让我头皮发麻的视线 总算来个正常人 然后下一秒 她内心冷淡的声音 狠狠击碎 我已经被轰炸两次的实际观 明天一个都跑不掉 温华只能是我的 我彻底迷茫 一夜无眠 满脑子是三个人的心声 直到第二天婚礼现场 我和沈颜站上台 还处于弄圈状态 抢婚 沈听似散漫靠在椅背上 打着哈欠缆手机 过了一会大概嫌无聊 起身慢悠悠晃出门 沈颜算什么东西 陆自秋和温染谈笑着 时不时看眼我身边的沈颜 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 明天都跑不掉 白横今天压根就没来 果然是我多想了吧 昨天是幻听吧 我收回视线 安下心听宣誓词 准备和沈颜完成 护带婚戒环节 然而就在沈颜 即将为我戴上戒指的一瞬间 场内骤然黑下来 惊呼声四起 混杂着混乱的脚步声 黑暗中有人打掉了 沈颜递来的婚戒 一双手牵住我 拉着我就跑 真抢婚 黑暗中他嫌熟地带 我避开所有障碍 明显有备而来 沈听四 是你吗 我离开裙摆 气喘吁吁 他不回答 我只听见沈颜焦急地喊我 这药音 突然一阵失重感袭来 我被他抱了起来 话被堵回肚子里 整个婚礼大堂和外面的走道 全是漆黑一片 在被手电筒晃到之前 他已经抱着我离开 混乱吵闹的大堂 走到尽头 他将我放下 借着微弱的光 我看见他抬手 替我里面里有些散乱的头发 没等我开口询问 他又闷声转身回去 与此同时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温华 走 这才是沈听四 他拉着我的手腕 一路跑到后门 带着我钻进早就准备好的车子里 引擎发动 我听见他愉快的心声 抢婚成功 我惊魂未定 沈听四 你为什么抢婚 从后座只能看见 他刷了一下变红的侧脸 大喊道 因为不想你和我哥结婚 我想抢去抢呀 内心却哀怨着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你是假装不知道吗 啊 我到底要从哪看出你喜欢我 我无语名掖 又问 刚刚那个人是陆自秋吗 你怎么知道 沈听四大惊失色 又恨恨道 他告诉你的 别理他 他不是好东西 你还抢婚呢 你就是好东西了 他冷吃一声 我哥也不是好东西 我和他互呛着 在拐过一个路口时 车子急停 日光下一辆 黑色叫车横在路中间 挡住去路 探亲下车的人一身装束后 沈听四暗骂 白横 更不是好东西 不等他踹门 白横继续说 一旦温华走也藏不住他 两个小时沈先生就能找到他 把他交给我更安全 怎么 你就藏得住 白横笑起来 当然 我是他的秘书 我要藏 他想找回南上加南 白横把我带去郊外 一处隐蔽的住处 如他所说 没有人来找我 他摘下了金矿眼镜 像卸下一层面具 所有冷淡树立被撤去 只剩一双足够温柔的眼镜 他蹲下身 替我被高跟鞋磨红的脚叉药 仰望着我 温华 相信我 一瞬间 我落回那个备受他人指点的夜晚 掉落在地的酒杯 是我心怀不轨的例证 那时他引在人群后 神情漠然 我张嘴 却不敢辩解 从那天后 他在未主动与我说过话 要与我接触的事物 几乎都是由其他历史完成的 再明显不过的躲避 我和白横是在大学摄影社认识的 他是我学长 温柔体贴 我就这样暗恋了他六年 我只觉得他会讨厌我 与爱慕者的告白信物 一同送来的是 对方与他人上床的好消息 谁不嫌弃 定婚宴那天他送我回家 我在漆黑的环境里 终于敢吐出一句 学长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他回答很快 脱口而出 脸上的淡漠神情像一层面具 我会不破他的一点情绪 可我心里堵得慌 那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难以启齿 明明不是我做的 可为什么找不到一点 别人动我手脚的证据 我爸被我气的几个月 不愿和我说话 敬母提出 不如两家结亲 把这事掩盖过去 至少堵了别人的闲言碎语 不让我太过难看 于是我咬碎牙 点头应了这场婚事 那天在黑暗里 他替我擦去泪水 却又很快收回手 而此刻我滚烫的泪水再次砸落 可以相信你吗 他为我擦拭泪痕 这一次没有收回手 可以 新生 你一直都可以信任我 我更加绷不住情绪 你都讨厌我吗 怎么会讨厌你 他替我擦去眼泪 眉间亲你 新生 不会再让你受伤 他知道 仿佛他也能听见我的新生般 他答道 不用再害怕了 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 我却从他接下来的新生中 听见一个难以置信的名字 温染 酒里的药是温染下的 我一时觉得难以呼吸 胸口堵得石头斑沉 重 尽管同富一母 我仍意向待他不薄 我不明白 他这样害我的目的是什么 身体止不住的发抖 在被亲人被刺的无助淹没我之前 白横牵着我走到院里 向我展示满人待放的话 别给我一个相机 这里的景色会很漂亮 忘记那些糟糕的是吧 风载着他轻柔的声音传到我耳边 总算压下我心头酸涩 一周后 沈听寺冒着大雨敲响房门 一进门也顾不得擦满身雨水 甩给白横一份文件 东西拿到了 白横挑眉 效率挺高 没被打死 不劳你挂心 等我隔明天 发现我就该被打死了 这里是难得的清静之地 远离那些乱七八糟的时候 我也不愿主动去想温染 究竟想干嘛 缓了一周后 我决定不再逃避 我缩在楼梯上 听楼下两人交谈 看着沈听寺脱的外套 扭扭捏捏地坐到我身边 余光里他欲言又止 愣是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我打破沉默 沈听寺 你来干嘛 他反应很大 弄得扭声看我 你说我来干什么 来帮我 我迅速接话 想起那天听见他的心声 可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满脸 写着你明知故问 耿了半天 然后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脸蹭的爆红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的表白是废纸吗 那我再和你表白一次 我喜欢你 我莫名其妙 你有过第一次表白吗 他瞪大眼 怎么没有 毕业那天 白色的信封 加在书里啊 你没看到吗 毕业那天 我皱眉回忆 那天温染帮我拿东西 书是他搬的 又是他 我揉揉脸 心里五味杂陈 我还真没看到 沈听寺向察觉到什么 那你现在知道 我和你表过两次白就好了吗 他拎出一个纸袋 兴致勃勃地递给我 诺 蛋糕 我听见他的心声 吃了甜的就不要难过了 乱七八糟的事我解决就行 袋子里是我常吃的一家 蛋糕店里的巧克力慕斯 我有些惊讶 你居然知道 我喜欢这家店 沈听寺有些好笑 你有次拎着蛋糕和垃圾 走神把蛋糕扔进垃圾桶 那天上课你都念念的 我当然印象深刻了 我被他逗笑 气氛也不再沉重 沈听寺晚上急急忙忙又离开 白横紧跟起后 临走前只对我说 我帮你准备刀 最后一步你来完成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都不见踪影 沈氏集团自己面出问题的新闻 却闹得满城风雨 太阳再次落下 门铃声响起 拉开门 沈颜略显疲态的脸 出现在我眼前 与此同时 我听见他冷漠不耐的心声 可算找到了 看见我的那一刻 沈颜像是松下一口气般 神情中交杂着担忧和欣喜 让我差点以为 刚刚听到了那句新声是假的 温华 你没事吧 他踏进门里 他们有没有伤害你 白横和沈听似 我真没想到 他们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他满眼是不可置信和心痛 内心的话却不屑又冷漠 两个蠢东西 差点坏我好事 我不自觉地攥紧手指 沈颜果然心怀不轨 他在我面前 一直是温柔体贴的形象 如果没有读心术 我恐怕不会发现他的真面目 让我没想到的是 陆自秋一同而来 他神色淡淡 梳理道 温小姐别怕 我们接你回去 新生却咬牙切齿 该死的沈颜 马上就能抓到你的把柄 沈颜眼下淡淡清黑 苦笑一声 眼级好的能撑影帝 温华 温老先生病危了 等你去见他最后一面 我们得快走 一句话炸得我满脑空白 直到被带到医院 我才堪堪接受这个事实 温染面色苍白 他在床边哭得撕心裂肺 病床上的人已经搁上了白布 医护们叹息着离开 怎么回事 自年幼时父母离婚 带回在外的小三和私生女后 我就与他不再亲近 再不论怎样 他总归是我的父亲 他虽然有心脏病 但一直休养得很好 极少犯病 怎么会突然出事 静母抹着眼泪 你婚礼上闹成那样 把你霸气得够呛 昨天晚上突然发病 谁知道就没抢救过来 一时沉寂 只剩温染抽气的声音 宣布遗嘱时我才发现 他把公司和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我 我抖着手签字 温染饱含恶毒的心声 却出现在我脑海里 本来还想慢慢来 谁知道来抢婚这一出 逼我提前下手 爸爸 别怪我换药 谁让你这么偏心姐姐 我心中一紧 事情果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是温染换了爸爸心脏病的药 才会让他发病去世的 沈颜 温染 下药 结婚 自己面出问题 遗产 所有事情串联在一起 犹如一道闪光破开众名 现在白衡和沈听寺都找不到人 我只能找时机向陆字秋求助 我咬着下唇眼眶通红 假装不舒服 拜托沈颜送我回家 他安抚我几句 却好像有事走不开 关键时刻 陆字秋提出送我回去休息 好机会 沈颜对陆字秋毫不设防 十分放心地让他送我 一上车 我就开门见山地问 白衡和沈听寺为什么没来 陆字秋面不改色 温小姐不必担心 他们再来打扰你 我咬咬唇 意识到他们八成是出了问题 沈颜下一步不知道会做什么 眼下不如直接坦白 于是我凑近陆字秋 小声道 其实我有读心术 能听见你们的心里话 车内沉寂下来 陆字秋没有说话 只是在内心质疑 读心术 怎么可能 我一字不诧地重复了一遍 片刻后 他把车停在路边 不可置信的 你真有读心术 一直都有吗 那倒不是 婚礼前一天才有的 我实话实说 他像是回忆起什么来一样 扮上抬手盖住眼睛 尖色地说 那你岂不是知道 我点点头 叫他不如嫁我 一句话让他半天不敢看我 过来好一会 他才终于放下手 语气沮丧 对不起 本来不想让你再卷进来的 谁知道沈颜动作那么快 还以泄露公司机密文件为由 把白痕控制住了 我紧张追问 那沈听四呢 也被关家里咯 联系都联系不上 陆字秋打去了说 现在就送我了呢 果然 但既然我又被卷进来 我就不会继续当任人百步的玩偶 柔弱的妹妹和温柔的未婚夫 摇身一变加害者 我怎么样也不能放过他们 你真要知道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 他正色起来 沈颜刚接手公司的这几年 一直没什么起色 家里和公司股东对他都挺不满 去年他冒险偷偷接了个大项目 本想证明自己 结果项目有漏洞 合伙人卷款跑路 留了一个大烂摊子给他 他把事压下来了 但资金缺口太大 所以他和我结婚 是为了温家的遗产 我一点点离清因果 说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抢走财产补上资金空缺 又把温家收入囊中 对沈颜来说一举两得 我继续问 那天晚上抢婚的人其实是你吧 陆自秋承认得很快 是 资金空缺的是他掩盖得很好 把所有相关文件都藏起来了 要是等他拿到你家财产 这是就彻底让他盖住了 那天抢婚是逼他出乱 费好半天进沈厅寺 才拿到部分文书 而沈颜是怎么知道 大部分遗产留给我的 很明显 只能是温然 温然下药 又拼命做戏眼委屈 就是为了逼我愧疚 然后和沈颜结婚吧 陆自秋偏头看了我一眼 温然和他妈肯定提前知道 遗产大头留给你 才会和沈颜勾结的 沉思片刻后 我突然转头对上他的目光 好奇到 你和他们是同窗好友 居然会帮我 他慌乱错开视线 是朋友没错 但知道他们这样做之后 总能还当朋友吧 然后我听见他的心里 小小声说了句话 只一气听见什么发布会 我问出口 他叹口气交代 其实我很早就认识你了 这我倒是不知道 一次新品发布会 那天你穿着红色的长裙 好像站在内光 就自动聚焦在你身上 他眉眼低落 声音也沉嫩 直到你和沈颜的事 我满脑子是我怎么就迟了一步 不该犹豫的 发现他们俩的谋划后 为了降低他们的戒心 获取更多消息 所以我装作讨厌你 对不起 他把脸埋进手心 但我好像又没有什么资格来接近你 我靠在椅背上 默默听着他的暗恋心计 听他在心底又痛骂一通沈颜和温然 他手指紧钻成拳 指骨用力道发白 隐隐有带着哭腔的喘息声传出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反而轻松起来 我会把他们向我砸来的石头 全部狠狠砸回去的 我戳出几张纸 凑到陆自秋面前 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补偿我吧 看他满脸累很茫然抬头 我眨眨眼 找到温然换的药 我解释完 是因为温然偷换了药材 让我爸发病不治往后 陆自秋表情沉重 难难道 他真是疯了 做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速度很快 在垃圾场找到了 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垃圾袋 翻出那瓶装的假药的药品 温然亲手种下的恶果 最后会毒雅他自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在温家休养 沈颜对我关照有加 我也顺着他的意 表现得对他极尽依赖 终于他忍不住了 带着几份文件找到我 西装革履 好一副温柔体贴的做派 温华 温老先生去世 公司里留了一些事需要处理 你经历那么多事 现在情绪不稳定 交给我去处理吧 这些是工作上的文件 我都看过了 你签个字就行 一大碟杂七杂八的文件 我粗略翻了几下 顺从地签字 我知道里面藏了一份 同意转让财产的文书 在我假装不在意的签下字时 沈颜的得意 都快从眼睛里溢出来了 当晚温然回来 一改往日柔弱做派 像是笃定他想要的 已经得手 他捧着撕碎的相片 和白色信封 笑盈盈地递到我手中 这是姐姐的东西吧 之前都忘记给姐姐了呢 相片上瑰丽的花朵 被撕裂成碎片 兴致被黑笔横利划破戳了 我的照片 和沈婷次的告白信 都被他藏起来了 每一份爱意倾诉 都被他拦截下来 然后踩碎 如果不是他从中作祟 误会也不至于这么久才解开 就这么讨厌我吗 要拼了命地 把我往你里里推 我心里难以平静 温然 你什么意思 他蜿蜒笑起来 俏皮的声音说着恶毒的话 姐姐装什么呀 我哪里比不上姐姐 可为什么 所有好的东西 都要被姐姐拿走啊 他步步紧逼 把我逼退到墙角 不过没关系 我想要的东西 我已经拿回来了 拿回来 说得好像那些东西 本该属于他一样 属于他的 大概只有狼狈为奸的 那个烂人沈妍 我心里暗想 他大概还不知道 那份转让财产的文件 已经被陆自秋篡改了 沈妍太过有信心 甚至等不及填补资金 就已经接下了新项目 那段时间 我装的顺从依赖他 让他放松警惕 好让陆自秋钻了空子 拿到那份财产转让文件 仿了份几乎一模一样的文件出来 沈妍精心编写的文书 被陆自秋动了手脚之后 变得毫无作用 而这份文件只是一个幌子 目的是彻底卸下沈妍仿背 拿到他项目出问题 资金空缺的最后一部分关键文书 不出所料 在亲眼看着我签下字后 他松懈下来 陆自秋拿到了最后的证据 白衡被陆自秋派人偷偷解救出来 他看着精神状态有些不好 看见我的那一刻 声音沙哑地唤了我一声 温华眼眶不由地酸涩起来 我撑起笑容印证 学长 现在是最后一步了 与沈妍新项目计划书一同发出的 是完整记录他司机项目 致使公司资金出大漏洞的证明文件 以及那份形同废纸的财产转让同意书 白衡 沈听四和陆自秋为我锻造出这把刀 现在我亲手将刀捅进沈妍的心脏 我看着他被撤去总裁的位置 下药逼婚骗财的黑料满网疯传 笑出了声 我看不到沈妍指着我鼻子骂的样子了 但偏偏温然不长眼 不知死活跑到我面前中骂 温华 是你干的 你这个该死的 我冷漠地把套了透明袋那瓶假药扔在他面前 探亲是什么之后 他瞬间哑了火 跪倒在地满眼惊恐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我缓缓蹲下身 重新捡起了一瓶药 盯着他的眼睛 温然 是你害死爸爸 他仿佛被人扼住咽喉一样 瞳孔紧缩 胸口剧烈起伏 几秒后突然扑上来 抢夺这瓶药 我起身一脚踹翻他 然后他被人死死按在地上 拼命挣扎 温华 是我的错吗 我难道不是他的女儿吗 凭什么 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你 凭什么 我拿回属于我的钱 有什么错 如果他不这样偏心你 我怎么可能这样做 我面无表情的录音 然后拨打了110 温然被压在地上 不停哭喊 温华 姐姐 明明都是温家的女儿 为什么你可以什么都有 可以被人喜欢 而我要饱受冷眼 就因为我是私生女吗 温华 我恨死你了 好一个理直气壮的妹妹 继母带着私生女逼走我妈 我从未带这个 毁掉我原本没满生活的妹妹不好过 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把我推向深渊 现在她反过来指责起我来 一颗心揪的生疼 悲愤驱使 我删了她两个巴掌 温然 这么讨厌自己是私生女 就去找你妈 和我有什么关系 警笛声渐进 我攥紧手里的药瓶 现在去牢里 向爸爸和我道歉吧 用下半辈子赎罪 事情尘埃落定 沈颜和温然 涉嫌诈骗 谋杀进了监狱 我也终于从那个糟糕的夜晚脱离出来 午夜梦回 再也不是白孔墨 便受人指摘的噩梦了 沈厅寺接手了沈氏集团 白衡重回匿数岗位 两人忙着处理剩下的烂摊子 至于陆自秋嘛 和我一块在郊外的那处住所里研究 怎么把花拍得更好看 满院花开 在阳光的照耀下 美得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仙境 整整三天 我总算拍出一张足够满意的照片 照片中的薔薇花团紧簇 红艳娇美 我提笔再次写下告白之语 陆自秋假装不经意地问 写给谁的 白衡 我不假思索 哦 他极力掩盖失落 又语气轻松到 我拍的月记也很漂亮 他学着我在相片背面提笔写东西 我凑过去看 他却藏了不给 我疑惑 怎么 不是表白的话吗 他支支吾吾 是 那难道不是给我的 是给你的 我展颜一笑 抽走他手里的相片 那我就收下了 收下相片 也收下你的心意 他一愣 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低头笑起来 晚上白衡和沈婷四回来了 我拉着白衡 偷偷跑到院里 把那张相片递给他 这次我亲手教育 绝不会再被人中途截断 白衡舒朗的眉眼 透出一丝亚意 你喜欢我吗 嗯 我坚定地点头 久会那天是第一次表白 今天是第二次 只不过第一次的相片 对温染撕了 所以我再拍一张 给你白衡接过相片 神情中逐渐染上一种 名为哀伤的情绪 低声道 原来你一直喜欢我 其实那天我也准备 向你表露心意 只是我以为你拒绝了 在他向我表露心意之前 温染就吓要推我上床 所以他以为 我不接受他吗 温华 如果那天我能收到那张相片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久 我才查清事实 他眼帘垂落 突然泪水砸落在相片上 我一慌 赶忙替他擦泪 都过去了 没关系的 半场相视一笑 我明知故问 这是同意 当然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我待在郊区小屋吃吃睡睡 过得极其舒坦 除了沈听次来我眼前晃悠的 频率明显变高 在他又一次拉着臭脸 晃悠过我眼前的时候 我忍无可忍 沈总 你这么闲的吗 不闲 忙得很 他一字一顿 又不可置信地询问 所以你就没什么 和我说的吗 我确定他那天晚上肯定偷看了 说什么 你说说什么 他一紧张 又从脖子红到耳尖 说 说 半天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扔给他锄头 帮我锄草去把你 看他愤愤不平 又乖乖听话 拎着锄头去干活 我笑话他 沈总 练练你的文笔去把 什么表白信 写得像小学生谈恋爱似的 他蹭的转身 温华 你敢笑话我 在他恼羞成怒追上来之前 我已经笑着跑远了